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山田家的氣象報告 開始囉 今天的山田家是 今天的山田家 天氣是清田 一不注意就淹大水了 為什麼 因為他尿頭 一大早就掛颱風了 為什麼 因為風太大 因為風太大 所以他要煮雲 一個小時後就變成多雲 戈壁的太太吹起洞捲風 中午吃春雨洗面 下午有一點蒸魚 阿公吃血麻雞 阿嬤吃血綿冰 咪點的老闆送火來囉 所以就地震咯 部分地區雪崩 大氣狀態不太溫定咯 終於下午大雷咯 下午五點天空出現彩虹 雖然今天發生好多濕 而且還氣無溜 但是明天仍然會是個慶天吧 一賞就是 山田家的氣象報告 山田家的氣象報告 報告完畢 報告完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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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believable 感谢观看